那么这一段 拿法师有给我们讲 就是说 要跟我们启示 这段故事就是说 我们要相信因果不空 拿法师特别急 城隍庙教我们不能造欧业 古代的教学里面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这个儒家里面有口庙 教伦理 那我们以前的大家族里面 有祠堂 祠堂就教伦理道德 那么城隍庙就是教因果 拿法师说 城隍庙 这个是真的有他的教化意义 拿法师也特别的 跟城隍特别有缘 我们到师父奖金的地方 主要在到师父的摄影棚里面 都有城隍 师父每次奖金前 也会跟富瓦隆天跟城隍 城隍菩萨问信 甚至我到香港大仆 师父他自己在大仆的 不管是六合园 或者师父的大仆的书房 会客的地方 都有城隍菩萨的相片 所以书跟城隍特别有缘 当时师父在澳洲的时候 要请江一子老师来画这个第一变相图 就是安徽的城隍 安徽的城隍透过可以讲说 像林美这样的一个连流 传这个讯息给师父 希望师父帮助他恢复城隍庙 师父当时就跟城隍讲 因为城隍后来有跟师父对话 他就说你小时候的乳名叫什么名字 因为师父小时候常常跟他妈妈 到城隍庙去拜拜 所以他从小 师父就种下很深的因果的种子 在他八十田里面 那么当时这个城隍 就是要跟师父请托 他跟师父讲 他说你帮我恢复城隍庙 那师父就跟他讲说 现在这是国家政策 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 城隍庙就拆掉了 那这个城隍也就跟他讲 我现在都没有庙 那师父说我也没有庙 城隍就跟师父讲 那你比我好多了 你到哪里奖金都有人给你供养 都有人给你拥护 后来师父就跟他讲一个方法 那他就说不能这样好了 既然不能盖城隍庙 希望能够把第一 第一的果报把它画出来 就画第一变相图 那师父后来就想起来 他的同学江一子老师 很会画画 后来就经过跟江一子老师 商量 请他来画第一变相图 那当时师父就跟江一子老师讲说 请你到澳洲来 我提供一个住的地方 你安心在这边做画 那江一子老师说 我如果去澳洲画不出来 师父说为什么 他说澳洲是人间天堂 天堂怎么会画出地义呢 他说我在台湾就画得出来 因为台湾会造业 所以在台湾我就画得出来 好像是十个月第一变相图就画出来了 那墨学呢 因为要筹画这个李秉的老教授 缘起三十周年 这个论坛 那我跟江一子老师 相交认识 也已经将近有 我从2006年 认识江老师到现在 也差不多有八年了 八年到十年 大概八年左右 所以常常去看江老师 前几天才从台中回来 那么江老师呢 他很慈悲 现在他正在画地藏经 他说儒家的孝经 他已经画出来孝经图是巴佛 所以他要画佛门的孝经 那么这里就是老法师说 城隍庙教我们不能够造欧耶 他主要的意义在这里 老法师也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呢 为什么来找我呢 城隍很有味道 他跟老法师说 因为你相信啊 你相信我讲的 你才会相信啊 然后老法师就跟他对话以后呢 城隍庙也就跟老法师讲 他小时候的事情 这个事情呢 只有老法师知道 别人是不知道的 城隍庙也就把 近空老法师小时候 告诉近空法师 然后呢 城隍呢 讲了这些话以后 师傅才说呢 他确实是城隍 那他就跟师傅讲了 他说安徽的 他是安徽省城隍嘛 他说我城隍被毁掉了 所以老法师说 他对安徽城隍庙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这个事情 老法师说我完全相信 他说城隍庙被毁掉 大概是 近空老法师七岁的时候 七岁的时候 他说他还记得 他说有一次过年的时候 他们住在乡下嘛 那过年的时候呢 老法师到他外博家 住在他外博家 大概十几天 那外博的邻居呢 大概葛四户人家呢 第四户的人家呢 里面有一个人生病 生病呢 嘴巴就讲说呢 城隍要搬家 城隍要搬家 要拉他去 拉他去 挑东西 当拉夫 而且病得很严重 这个 这户人家呢 这个生病的这个人呢 就告诉他家人说 他说 如果你们烧纸钱的话呢 可以请一个鬼来替我挑 我就不用气了 我就不用气了 他说有这个事情吗 那个家里真的烧纸钱 才扎了纸人 还有纸马 就是纸去做的人跟马 烧掉 烧到还不少 然后这个生病的这个灵机就说 过了 这样就过了 这样可以找到一个人代替了 他说说完过了几天 病就好起来了 他说真有这一段事情 然后瓦斯青年看到 他说三天以后 他们那个安徽 城隆庙呢 就被金队砸掉了 把那些里面的神像全部都破坏了 城隆前三天就搬家了 那个搬家呢 三更半裂 所有吵吵闹的声音 旁边的鸡民都听到 那一天下雪 第二天早上 从城隆庙到城门口那里 这一带的街上 雪中都有印子 有雷马的印子 也有罪人的印子 罪人的印子 还有带着脚疗的手烤 地上都有 都看到 大家才知道说 城隆搬家 他为什么说 地上有这个雷马的印子 还有罪人的脚印呢 刚才不是讲说 那个老法师他们 他外婆家的 那个弟师傅人家生病吗 他叫他家人 烧纸钱跟纸马嘛 请那个鬼差来 来帮忙挑 当拉夫嘛 所以老法师说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我小时候 我常常去城隆庙拜拜 母亲到城隆庙烧香 就带着金空法师去 他说阎王殿 一个一个 你看干坏事的 要说这样的果报 他说 老法师说 他印象非常深刻 这一生不敢学坏 他说只要是得利 城隆庙的教会 起心动念 我没有想到城隆庙 小时候我看到的那个 以后长大学佛了 更相信 理论上搞清楚了 有理有事 我们起心动念 眼里造作 都会小心谨慎 不造恶业 不跟人家结阴仇 没错 有没有可能 有问题 不是